一刹那间可以累积 所以 我觉得不多说了吧 应该是就这样吧 所以今天点到为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天使是为大舟领航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红法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色不依空空不依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你 無手相心事 無臉而筆捨身影 無色聲香味出發 無眼間 乃之無一世間 無明 依無無明晴 乃之無老死 依無老死情 無窟擠滅到 無恥無無得 無窟擠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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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窟擠滅 無窟擠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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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窟擠滅 無窟擠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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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窟擠滅 大家阿彌陀佛 很難得 有這麼多菩薩 我們要 以 受包關災界的 慈戒的功德 一起 來 讀誦《地藏經》 《地藏經》對我們華人 可以說是一部 最有福報的經典 因為裡面 特別講的是 基本的 孝順的精神 由孝順而提升為 為眾生成佛的 大悲大願的精神 就像各位讀《地藏經》一開始 地藏菩薩過去做長者子 看到了一個莊嚴的佛 像好莊嚴 所以各位 你看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的像 在所有菩薩像裡面 也可以說是莊嚴第一 而且讀《地藏經》的人 二十八種利益裡面 也說了 女保第一 就算你投胎做女人 也是最莊嚴的 為什麼呢 因為她發的怨最大 要幫助所有六道眾生 皆離譜得樂 最後成佛 甚至各位讀《地藏經》 兩個國王 看到老百姓在造惡業 一個國王 發願先成佛 叫一切自如來 來度眾生 另外一個 發願 他要讓所有眾生都成佛 他乃成佛 這種最偉大的願令 所以我想 從《地藏經》 他是教我們如何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 要追求佛陀的像好莊嚴 特別受八幻災界 大家也不能去享受 看電視 吃晚餐 但是呢 還是一心一意的 希望能夠廣修功德 而且引導我們回向給所有眾生 所以我去那邊看 牌位寫了很多 那所有的牌位都是我們關心的 不是關我們自己的 這是大乘佛教的精神 我們回向了 也不是光回向給自己的媽媽 或往生者 或是因為自己有媽媽 所以回向給所有老人健康 因為自己有往生者 所以我們回向給所有往生者 都能夠脫離三二道 往生淨土 但是從這裡面 地藏經告訴我們一個非常好的真理 那就是原來生命有輪迴 而且這個生命的輪迴 善有善暴 惡有惡暴 就像地藏王菩薩的媽媽 在後面各位念到了 她的母親 不信三寶 不供養出家人 甚至毀謗出家人 這樣下地獄 另外一個母親也是如此 甚至喜歡殺生 吃卵 吃魚卵 這樣墮落受苦了 所以地藏經告訴我們這個真相 特別第四品夜報差別 夜感 造什麼夜就感造什麼果報 這裡面給我們寫得非常的清楚 不孝父母 殺害生命 甚至毀謊三寶 甚至傷害出家人會如何會如何 這個是佛陀要告訴我們 每個人都在追求快樂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因果 夜報 反而在製造痛苦 所以進一步 由對自己父母的孝順 但是父母在世又不信因果 毀謊三寶 殺生 但是也告訴我們 學地藏王菩薩 如何幫助父母超度的方法 替他供養三寶 替他幫助友情 替他送地藏經 所以寫了地藏經的功德利益 當然由這樣最基本的發展成為 為自己的母親發願 廣度所有眾生而成佛的 地藏本願的 這種不可思議的功德 是佛陀所要講的 所以佛陀在天上講了這部地藏經 那目的呢 也要告訴所有的天人 包括佛陀的媽媽 雖然善友善報 現在升天啊 但是畢竟 那個只是短暫的快樂 不是究竟的快樂 因為世間的金錢 世間的福報 世間的地位 等你享受完了 就像你現在很健康 健康享受完了 就是老就是病 財富享受完了 那就是貧窮痛苦 愛情享受完了 最後呢孤獨沒有依靠 就像現在很多人老了嘛 兒女在外面賺錢 送他去老人院 然後老伴呢死掉了 剩下他一個人 他就要開始面對這個生命 最後的老病孤獨 甚至又擔心自己死了以後 又沒辦法面對 也不知道死了去哪裡 但是你讀完地藏經 你都知道善惡夜報輪迴的道理 甚至也學會超度父母 進一步超度眾生的方法 所以我們在讀地藏經的時候 就有無量無邊的我們 招請來的 觀心的 回向的 這些地獄道 惡鬼道 這是地藏經裡面說的 一個臨命中的人 來自一個眾生 聽聞到地藏經 來自所有的佛號 菩薩的名字 來自經典的一個句 他就可以脫離地獄軌道出身道 讓所有痛苦的眾生都離苦 所以剛剛我在後面 有一隻母貓 野貓 生了五隻小貓 我在那邊觀察他 這個貓媽媽真偉大 他那個舌頭 就整天都在填那五隻小貓 就希望牠們乾淨一點 牠自己瘦巴巴的瘦巴巴的 因為牠要養五隻小貓 卻不斷地不停地 以牠身上的營養母奶給小貓吃 所以我想人都有這個天性 它叫佛性 所以一心一意就要讓對方 弱小了痛苦了 吃得飽 睡得好 離苦 長大 那我們佛陀又跟我們說了 彼此來 眾生都是父母 所以在六道輪迴的過程 沒有一個眾生不是做過我們的爸爸媽媽 所以你去孝順眾生 那你自己也得到快樂成佛 你去傷害眾生等於傷害父母 那你自己就會痛苦來自輪迴 所以我想佛教就要告訴我們 人是自己命運升天下地獄的主宰 一切都是我們自作自受 但是呢 如果你不了解因果輪迴的道理 那你就認為反正我又沒有害人 我去釣魚 我沒有害人啊 我為了賺錢 但是製造了一些不好的排放 廢水 我又沒有害人 但事實上你就一直在製造自己一個不好的命運 簡單的說是我們的心態 心態 所以佛陀最偉大的地方 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 就是因為你的心態 思想 引導你的行為造業 而造成了個別 每一個眾生差別的命運 但是地獎今天告訴我們 雖然一個人造了很多惡業 如果他有機會念佛 那麼寶相如來 那麼居留孫佛 他不但不會墮落地獄軌道出身道 他將來還可以升天 升净土 成佛 所以雖然眾生無名不得不造業 但是三寶的加持 佛陀的加持不可思議 所以讀完一部地藏經 各位可能要開始開悟了 原來佛菩薩告訴我們世間的苦 那我們學佛就是要來救度所有眾生母親 脫離輪迴的痛苦 告訴他們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輪迴的道路 告訴他們皈依 持戒不思 告訴他們學佛 發菩提心 普度眾生的願力 那期望各位 我講的這些各位都懂了 但是呢 如何讓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經典都有說了 當你看到一隻貓 你都要這樣唸 唸下來 歸一三寶 發菩提心 所以讓他歸一三寶 他了解這個善惡夜暴六道輪迴的道理 讓他歸一三寶 了解了無名 貪愛 執著 造業 生死輪迴的痛苦 讓他歸一三寶 知道用一個慈悲心 善良的心 智慧的心 忍辱的心 等等 你可以改變你的命運 所以 從自己的離苦的樂 而發菩提心 願眾生離苦的樂 為了讓眾生離苦的樂 而發願成佛 那各位就 一定要背下來 再唸策 歸一三寶 發菩提心 所以你看到一隻魚 你看到一隻鳥 就像我們昨天來借助的那家酒店 哇 外面烏鴉好多啊 所以信徒包給我一個好吃的麵包 算了 不要吃了 通通不死了 在那邊掙扎一下 到底是我要吃還是要丟出去 結果還是丟出去的 哇 烏鴉來吃啊 趕快給他念 歸一三寶 發菩提心 念一些咒语 希望他們吃了以後 不要再做烏鴉了 所以 我還跟我們法師說 誒 今天法會完了 買多一點吐司麵包啊 那些烏鴉可多了 所以 不但可以跟無形的眾生結圓 做作因共 還是布施下去的時候 先念便食咒 等下這個吃到的這些鳥啊 烏鴉 那麼 還可以脱離畜生道 所以 因為懂了佛法 我們人生改變了 所以 雖然今天太陽很大 剛剛有很多菩薩不斷地在那邊 加牛奶 加食物 也有很多 菩薩繼續買了很多食物來 製造了很多甘露 妙煙 讓他們文集解脫 脫離生病 所以 食物是用金錢買來的 所以會發財 這個食物布施出去 可以讓眾生離開飢渴有力量 升天 所以你將來也會離開飢渴升天 為他念阿彌陀佛 希望他吃飽了 那這個又不生病了 要食做 要供 希望他往生淨土 那這裡面就圓滿了生命的意義 原來生命的意義在於 讓眾生離苦得樂的慈悲 雖然太陽很大 錢沒有了 布施了 很快樂 所以我們今天會場裡面 剛剛中午各位看到了 念一下一千代的魚 一千代 每人這裡面至少有十條魚 就一萬隻魚 我們讓牠進到會場 得到我們八萬載界 所有的功德 然後呢 在送牠回他們的河流裡面 自然的環境 那每一隻魚都成為三寶弟子 每一隻假魚 身上都放光了 就等於有一萬多個三寶弟子 身上帶著我們大家的 八萬載界的功德 菩薩的功德 進入了大自然 所以就像這個世界 多了幾個出家人這邊走來走去 那功德很大 所以 因為大家的 歸三寶 發菩提心 替牠懺悔 替牠撒淨 歸三寶 發四弘四願 為牠說十二因緣法 教牠發願 念七佛如來 回向他們 將來都能夠往生淨土 所以學佛 各位這些道理 不是太困難 只要你稍微看一部地藏經 看一些佛教的書 你都知道了 那現在怎麼樣 積極的 永不退轉的 讓所有眾生 都相信因果 都解脫輪迴 都發菩提心 願學地藏王菩薩 願學佛陀 一樣 最後成佛 那就成為我們生命的意義了 為此天天盡力 透過工作的時間 透過跟朋友聊天的時間 乃至我們的對象 不是光人啊 所以 包括小動物 包括無形的眾生 包括各位早上都會唸破地獄咒 就算不會唸破地獄咒 也會回向給地獄 送地藏經 回向給地獄道 送地藏經 回向給惡鬼道 所以 我們知道 回向的功德了 能夠所作功德 都回向法界眾生 超過百千萬億倍 這個回向法界眾生 都成佛 你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你成佛 這個功德 天天都在增加 這個觀念要注意 比如說 你媽媽生病 你把功德回向你媽媽 病好起來 好像是對 問題有一個不圓滿 當你媽媽病好起來以後 功德就沒有了 所以各位這個記住 任何一個小小的一個功德 一塊錢的功德 像我們今天那個魚 一隻一塊馬幣 這麼大一隻 那你救了一個生命 回向所有眾生同享功德 所有眾生都跟魚 都跟你最後成佛 那這個就是無上的功德了 這個世間未來 多少都佛了 而且 並不是說 你救十條魚的功德而已 我們每個人都享受 那下共善業的功德 等於今天來參加法會的 每個人都救了八隻的大甲魚 野生的 一萬隻的 這些八丁魚 也不是光你出十塊錢 這些魚合起來幾千塊 每個人都共同出這個錢 這一場法會 開銷有多大 租 場地 放 冷氣 插花 買食物 你也想 同享功德 所以各位要這樣去想啊 造惡業很可怕 哇 很痛苦啊 如果我們這一千人看到一隻雞或豬 我們共同看到牠在殺 覺得很高興 這個叫共惡業 每個人都殺一隻雞 所以在一部《十二華言經》裡面說 三個人共同殺掉一隻雞 三個人都要下地獄 這個叫共惡業 十個人殺 十個人都要下地獄 因為這個都有殺業 所以我們了解這種業報 我們現在創造的是一個共善業 今天各位受八萬災界不是你一個人的功德 而是今天有一千個人 你等於有一千個人八萬災界的功德 今天各位送地藏經 不是你唸一部地藏經的功德 有一千個人 今天我們等於唸了一千部地藏經的功德 所以既然善業的福報那麼大 所以我們要累積這個共善業 既然惡業很可怕 那我們共同的懺悔 宋地藏經可以消無量的業障 八萬災界可以破除罪障 消除恒禍 永不下三惡道 相貌莊嚴 一切滿怨 來勢升天 往生淨土 最後成佛 所以各位要用這種廣大心 把這個共善業 回向給所有馬來西亞的人民 中國的人民 墨西哥的人民 我經常都這樣寫排位 哪裡發生事情 那就寫整個地區的人民眾生 得到功德 所以要把自己的小小的善業 變成一種大大的回向 而且他們得到功德 願所有的人類 將來都可以歸一三寶發菩提心 所有的天道來自地獄道 都可以歸一三寶發菩提心 所以你這樣祈願 那些魚將來也可以讀地藏經 除了脫離善惡道 將來他就有機會讀地藏經 而且他讀地藏經的時候 不見得在受苦 就像佛陀講地藏經的時候 是在天上 這些魚呢 這些鬼道眾生呢 吃到甘露 聽到佛法 拿摩寶記如來 拿摩無量威德自在光明如來 念一下 惡鬼升天 隨佛升西天 這些魚將來都可以升天 來自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就算升天 那也能夠在天上讀到地藏經啊 所以你這樣去想 哇 太棒了 人生非常有意義啊 所以我這樣說的意思是 希望大家每個月 六天 自己忏悔修情清靜 下午呢 開始去跟人家聊天 把地藏經的意義告訴他 把般若心經的意義告訴他 把六道輪迴的道理告訴他 對人道要給他佛法 對動物道不失食物給他 給他念佛 對鬼道不失食物超度他 對地獄道做功德打破地獄 願他為他念佛 佛法 永離山途深淨土 所以 以這樣的精神 來感動天道 阿修羅道 來感化人類 來幫助六道 所以 這個基本上 都是諸佛菩薩的精神 所以 山途六道 都要讓他們 離苦得樂 最後成佛 那這就是佛教的意義之所在 但是為了如此 那各位要 要很繁忙的去接觸眾生 不討厭眾生 但是在接觸眾生的過程 那有一點很重要 我們會起心動念的 你起心動念就造業了 但是各位如果把修行當作 當我在接觸眾生很繁忙 很容易起心動念 當作我修行的助援 那功德太大了 因為 你沒有面對貪嗔痴 你不知道自己的心態在哪裡 你沒有痛苦 看到別人痛苦 就像各位要去幫人家祝念 幫人家祝念 你要回光返照 我也會死 我死的時候 是不是跟他一樣得癌症 甚至車禍死 所以你會深信因果 你也會準備 哎呀 臨終的心態要存在哪裡 而且你去幫他祝念 希望他脫離三惡道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原來真正有三惡道 原來真實有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那為什麼要去極樂世界 那將來才可以真正成佛 幫助眾生 那你要一直去思維這個生命的道理 當然我講這個 各位都很熟了 但是如何把它用在你的工作上 用在你的家庭裡面 透過了解自己 所以對別人慈悲 你曾經胃痛 哎呀 胃痛的原因是什麼 頭痛的原因是什麼 腰痛的原因是什麼 佛陀說啦 貪心的人水病多 腎臟病 糖尿病 三高 所以呢這個叫貪心的病 稱心的人火大 火大心臟病 肺病 肝的問題 傲慢的人 骨頭出問題 所以無論如何 你的起心動念 就會在影響你的頭 眼睛嘴巴 手腳骨頭 一直在影響 所以我們的念頭 製造我們的身心的世界 也影響了外在的世界 他們為什麼會下地獄 那因為稱心造惡業下地獄 他為什麼做軌道 因為貪心不滿足造惡業 做軌道 他為什麼做動物 所以特別地藏經裡面 跟我們講 夜海 三重夜海 鐵圍監獄 這些都真實存在 所以魚吃斜賤 然後呢 墮落為畜生道 但是 就哪怕是下地獄 乃至 畜生平賤 做惡鬼道 如果你懂得 念佛念法念生 懂得 讀地藏經 用佛號稱佛名號品 這個稱佛名號品 各位最好獨熟 我每次幫人家助念啊 我就會把稱佛名號品 所有的佛號念一遍 也給家屬看 你看看 地藏經說的 誒 念這個佛 勇於山徒 以後向好莊嚴 念這個佛 將來稱佛 他家屬也覺得 我好幸運啊 往生者那更是很有福報啊 因為我絕對相信佛是真實愚者 這個往生者我們有機會 跟他送地藏經 還是地藏菩薩的名號 沒問題了 所以各位這一點最重要 相信 一個靈命中的人 我們帶他念阿彌陀佛 他嘴巴還跟我們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下沒問題了 往生淨土是必然的 品位有高低 所以我們覺得 非常有意義 所以這種心態 所以我們的心態 如何達到圓滿呢 雖然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大家都有探聲痴 都會嫉妒驕傲 如果你的老公跟別的女人講話 你就甘苦了 你自然就有一個 沒辦法控制的情緒 你最愛的女朋友 今天跟別的男人講話 你也會吃醋 甚至想打他一巴掌這樣 你自然就會 就會生起這個念頭 因為那怎麼辦呢 雖然念頭是假的 所以你要趕快念佛 這一點各位記住 佛菩薩 就在你起心動念 甚至想要造惡業 罵人的時候 趕快 那麼大願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 會以他全然的力量 加持你 讓你的心 可以不去造惡業 恢復到正念 不會去造口業 所以這就是大乘佛教 叫念佛法門 所以剛剛你送地藏經 你有時間 你最近心情很不好 媽媽得癌症 心情很不好 你這個心情不好 不要一直維繫下去 因為你維繫下去 會傷害到你自己 更會傷害到你媽媽 你的媽媽 現在就要給她一個 很強而有力的 好的心靈的力量 跟業 一個善業功德 來減低她的痛苦 所以你在那邊 痛苦沒有用 趕快地藏經打開 念給她聽 不但你自己很有信心 很平靜 我念地藏經的時候 媽媽怎麼都不叫了 媽媽怎麼都沒苦了 哇 地藏經不可思議 所以各位都知道 像我一樣 我的媽媽得癌症 將近三十年前 我跪在那邊送地藏經 她完全沒有在發抖了 沒有在喊痛了 對我來講 就越念越認真了 她都沒有在痛了 不然幾分鐘要痛一下 幾分鐘要發抖一下 幾分鐘要叫一下 但是你念地藏經 這麼長的時間 她動都不動 平平靜靜的 不可思議啊 那個時候你都 你都忘了你腳在痛了 你都忘記要喝水了 因為你一直想要讓她 保持不痛的狀態 所以這一次我媽媽 又往生了 那往生了 之前我們就跟她 講白話地藏經 讓她 小野障 那白話地藏經 念完了 要給她講 佛說阿彌陀經 讓她 相信輪迴 不墮落三二道 讓她 以阿彌陀佛的信願 隨我念佛 如果生起一個慈悲心 就可以上平往生 所以她跟我們念佛 所以因為這兩部經典 哇解決了我媽媽的 生老病是輪迴的問題 當然這麼多部經 心經 你心情不好 念心經 你頭痛 念心經 你躁鬱症 念心經 還不夠 最好再操操心經 躁鬱症 就是控制不了心的時候 慢慢操 這個心經的力量 唐太宗 還是唐玄宗 忘了 當他病了快死的時候 老百姓都沒辦法 大臣都沒辦法 玄奘法師 就把他剛翻譯好的心經 親自先念給皇帝聽 皇帝一聽完 所有痛苦沒有放下 往生淨土了 心經的力量 所以我想各位 念佛 誦經 持咒 什麼時候念 不是你沒事幹在念啊 我現在閒閒的我來念 當然有福報 那重點是在 養兵千日 用在一時 當我要生氣的時候 當我要造惡業的時候 當我在最危險的時候 當我想要幫助對方的時候 那麼大悲觀世音菩薩 消除所有的苦難 消除內心的貪生痴 又能夠滿怨 那麼大悲觀音菩薩 所以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因緣 看你喜歡念阿彌陀佛 念地藏王菩薩 你喜歡念哪一部經 所以 特別各位今天 誦經啊 我們透過衛星直播 電視直播 我剛剛看臉書 很多人一起在看耶 在念耶 我們上面給他打字幕啊 所以希望整個世界 整個法界都得到 然後我們大家持戒 發菩提心 送大乘經典 特別地藏經的功德 然後呢 來淨化這個法界 來超度這些受苦的眾生 所以各位你要想 哇這個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議 所以 因為我的媽媽 所以我變成要對整個世界的媽媽 推廣地藏經了 我媽媽可以離苦超度 那所有眾生都可以離苦超度 那我們現在還活著呢 我們活著就在送地藏經 就在老實的手包彎摘戒 就在廣修功德 各位快不快樂 太好了明天不用上班了 繼續送地藏經 但是要上班呢 那我要去實踐地藏菩薩的精神 不是要去賺錢的 大悲大怨 懷著悲心讓老闆賺錢 讓員工快樂 讓客戶快樂 我製造這些產品 是要來幫助社會進化 你懷著這個心去上班 那就是地藏王菩薩的精神 而且做事情相信因果 絕對不要做壞的 乃至傷害到 直接間接傷害到眾生 乃至客戶的事情 因為你讀過地藏經了 進一步透過你製造的產品 乃至電腦 然後把這個因果輪迴的觀念 把這個成佛的觀念 帶進去給他們 所以我想我們要對整個世界 升起這個最圓滿的心態 大悲心 願所有眾生都離苦 那我這樣說 我希望各位都用這種思維模式 去做事情 去處理任何一個人 當然 當你碰到一點挫折 我頭在痛 小心喔 你頭在痛 你的思想有問題 當你的思想有問題 這個夜報就會成熟 你頭就會痛 那為什麼會頭痛 用心機太多了 計較的人頭暈頭痛 然後呢 你這個心態去害到別人 那叫腦癌了 問題就來了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 那當你身體有反應的時候 你馬上要知道 因為我最近都在研究 很多人都腰痛啊 很多人肚子痛啊 有些人婦女病啊 原來這個都跟我們的心態有關係 壓力太大 做事情很認真 壓力太大 一直想要成功 腰就出問題了 乃至呢 你被壓 不是你自己創造的壓力 是你覺得你不想做 但是別人強迫你做 那你脊椎就出問題 這個脖子這邊 甚至你做成功了 但是你就看不起別人 我這麼大的壓力 終於把事情做成功了 看不起 比你差的 那你腿骨頭就出問題 原來我們的心態 要一直掌握這個 所以當你念佛 誦經持咒 恢復到一個最好的心態 謙虛 慚愧 慈悲 不執著的空性 甚至 怨對方 一定要成佛的菩提心 我想各位 你愛你媽媽 愛你的爸爸 愛你的兒女 除了世間的愛 各位要發展成為佛陀的愛 我要我的父母子女 解脫成佛 那你要一直告訴你自己這樣 為了讓他解脫成佛 所以我不能罵他 我要微笑 我要讓他對我有很好的印象 所以我要修忍辱 修謙虛 然後呢 讓他從我身上 慢慢地學到因果 而願意歸三寶 而願意讀《地上經》 願意來守戒 保護自己 願意來布施 讓自己有福報 那所有把這個功德 達到一個究竟圓滿的意義 成佛度眾生 要回向菩提心啊 所以各位聽我這樣說啊 那你要 不管你在家裡 在公司 在社會上 你要把你的思想跟行為 引導走入一個修行 我為了讓眾生離苦的成佛之道 千萬不要停在那個事情上 這個事情好累啊 這個事情好輕鬆啊 但是你的心態 到底方向在哪裡 你要抓得很緊 不要被一時迷失了 現在感情很快樂 現在很有錢 現在在生病 然後就被他迷失了 到底你活著要幹嘛 然後你就等著生病來嗎 等著老來嗎 所以 那你要開始主動用你的生命 所以受八彎災界 早上說啦 告訴我們 不要傷害任何眾生 免得傷害自己 進一步呢 不要執著任何欲望 免得再輪回 進一步呢 學地藏王菩薩 大悲大怨 乃至下地獄 都要讓地獄惡鬼道 痛苦眾生 離苦 為什麼 都是我們的爸爸媽媽 都是對我們有恩 這個世界 外在的世界 一切存在 都是我們生命存在的助援 都養過我們 幫助過我們 所以我們要發展這種偉大的心態 然後呢 這個叫大乘佛教 然後融入在我們的家庭 融入在我們的社會 那這裡生病也變成修行了 生病的時候 這是我的業障 我要好好懺悔 不要怪動怪息 好好的懺悔業障 痛苦最好的功德就是 可以讓你懺悔 但是我為什麼會怕痛苦 原來我執著身體是我的 我有這個我執 沒有這個出離心 沒有空性 終於這個生病 讓你相信夜報輪迴 你會有懺悔心來懺悔 進一步 要來得正空性 哎呀我這個身體那麼痛苦 我這個心情這麼痛苦 原來眾生都這麼痛苦啊 憂鬱症 煩惱 貧窮 輪迴 沒有生命的方向 所以呢 我當願所有眾生都不要有這個痛苦 希望他們的痛苦都會來承受 我要精進的修行 以這個快樂的功德 讓他們呢能夠離苦得樂 為了如此 所以願眾生都成佛 所以我也一定要成佛 為了要成佛 所以我要拿這個生病來思為空性 我要拿僅有的體力來廣修六波羅蜜 廣修功德 那你這個生病好有意義啊 所以感情上的苦 肉體上的苦 金錢上的苦 你都要把它用在佛法的意義上 而不要一直追求 哪裡有醫生啊我要看病 當然要看醫生 但是你要把病因找出來 心態找出來 看醫生不見得會好 也不見得說不好 但是呢 他有他的因緣 但是我為什麼會生病 這你要弄清楚 我的心態 我的行為造成我的病 所以為什麼會得肺癌 得乳癌 為什麼呼吸器官不好 因為呢 壓抑 對某事情不滿 所以這種壓抑 會造成傷到你自己 氣不通 你想要得到的事情得不到 腰不好 所以 那你就會不斷的 來這樣子生命變化痛苦 你要把這個道理去體悟變成佛法 體悟變成一種悲心 然後佛陀講空性 這個世間沒有什麼真實存在的東西 包括我 包括我的生命 我的家庭 但是我怎麼會覺得有呢 所以各位你要把這些事情看得很清楚 不要被無名抓住了 你覺得它是真實存在的 它給你一個很快樂很痛苦的感覺 它只是一個名字 癌症跟健康 它都是一個名字而已 對你的真實的意義是什麼 你要思維得很清楚 所以各位平常一碰到逆境 先唸佛 先讓自己體悟到佛陀的加持 誦經 念心經 持咒都可以 馬上你會超越這個痛苦 那進一步呢 超越痛苦平靜以後 思維痛苦的因在哪裡 所以原來是我的心態 我要去調整 原來是我的造的業 我要去懺悔 進一步呢 思維 希望我的兒子女兒 爸爸媽媽 親戚朋友 都不要有這樣子的痛苦 而要告訴他們什麼方法 那我想 讓所有世間上的因緣 快樂痛苦 都成為你一個 修學佛法最好的機會 並不是說 我們大家來守八關在界 來拜佛 我們才叫修行 然後等一下我們下課了 各位明天上班啦 出去玩啦 這跟修行沒關係 你要把這邊 在佛舊裡面學到了 在地藏經裡面學到了 以及守八關在界的體悟 所知道的 用在你的生活上面 你看 那些魚是畜生道耶 我們幫牠唸七佛如來 唸大悲咒 牠最後可以安享天年 不用再做魚 以後生天生淨土 那我們更要為所有的人念佛啊 更要為六道眾生念佛啊 所以報紙打開 電視打開 有這麼多動物 有這麼多友情 有這麼多人類 所以有時候 我會打開西方人在辦演唱會 哇幾百萬人在那邊聽啊 我也會看 然後他們唸得很大聲 我也唸得很大聲 上回我在看的時候 剛好我沒一個小時 師父你在看演唱會啊 我說那個是你想的 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趁他在唱 我把台上那個唱的人 觀想成觀音菩薩 他唱得好好聽啊 底下聽了大家都這樣 然後呢 他們都在聽 都在唸大悲咒 大家就是要 你要升起悲心 你不能說 我是唸佛的 我管他在唱歌 那這樣你又脫離眾生啊 你又失去跟眾生的關聯性啊 你又捨棄眾生啊 你又為自己在修行啊 他們就是不會唸大悲咒 才希望在那邊唱唱跳跳 他們就是不會拜佛 才在那邊跳舞這樣啊 他們就不懂了心經 才會在那邊打麻將 所以 哎呀他們好可惜啊 在釣魚殺生 所以各位你要 對他們升起悲心 所以菩薩從西方极熱世界再來 不是住在寺廟裡面 住在屠宰場 住在賭場 住在舞廳 住在地獄 因為菩薩 他要把這個空性 空性對他來講 他已經不會被他們污染了 他要把這個不退轉 這種愛眾生 永不退轉 用在這些造惡業的眾生身上 所以 看到眾生造惡業 你要升起大悲心啊 看到自己在起心動念 升起慚愧心處理心啊 但是無論如何 那各位要去 一直去思維 這些道理 讓我們把這些心態 化為實際的行為 然後自己最好的發願 做地藏菩薩的分身 地藏王菩薩 把這個業果 輪回 歸一 孝順 布施 發心 那麼 我就是阿彌陀佛 你要有信心 這個人往生了 給你一張牌位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力量 透過我的圓滿的信心 跟清淨心 百分之一百地展現在那些牌位 往生者身上 他不得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只要他願意 至少他脫離善惡道 因為 你沒有加入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你只有一種悲心 信心 清淨 你原來所做的功德 都在裡面了 你也不用強調 比如說 各位今天手包彎在戒 如果有機會阿 晚上大家去註念 保證他至少中平往生極樂世界 這樣你才會覺得 非常有意義阿 不是晚上回家坐在家裡 一直想我肚子餓怎麼辦 到底要不要吃 到底要不要趕快睡覺 這樣 那你就浪費時間了 那你應該把地藏經拿了 走 大家跟我來 去屠宰場 去殯儀館 去需要的地方 去望阿寶 我們來為他們唸地藏經 看不見 我們光唸地藏菩薩 為什麼 因為你充滿了八觀哉界 廣修功德 這個自我功德力都在了 但是一心 把佛菩薩的力量 布施給他們 那各位要經常 這麼去實踐 就像我拿著麥克風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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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我喉嚨都在痛 我早上已經吼了一早上了 但是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如果能夠引起一個人 哪怕一個人 就像各位 等下聽完了 晚上都去卡拉OK 都去跳舞了 都捨戒了 但是 我在各位的心裡面 也種下來一個不可思議的善根 這個善根 在將來因緣合合的時候 你會比我精進 甚至比我早成佛了 但是 我們不能去要求你現在 當下的改變 不要這樣 不要要求 所以你爸爸醒的時候都罵你 等他睡覺的時候你在旁邊念佛就好 他就會種下一個善根 他罵你是應該的 消夜障 因為你過去罵他罵到天亮 現在換你做兒子了 倒過來 所以各位要接受夜報 我發覺現在很多人很喜歡 生病的時候趕快拜 我不要生病 我不要生病 不要生病 哪有可能 佛陀都有病 所以 我們要高興的接受這個夜 以這個夜來修行 那你就可以超越這個夜報的痛苦 所以各位要經常觀想 自己一輩子吃素放生 結果得了癌症 我在小夜上 重夜情報 願我發的願 承擔眾生的夜 有這個福報 能夠來承擔 所以雖然身體得癌症很痛 但是心裡面靠著佛的力量 乃至思維空性的力量 能夠超越 不但超越 升起一個大悲不退轉 願我將來能夠像現在一樣 痛得要死 卻還在想幫助眾生 那為了要在痛得要死 幫助眾生 所以我一定要思維金剛精的 無我的空性 超越自己 那所以我想 我們行菩薩道 為什麼這麼尊敬地上王菩薩 他實在太偉大 太偉大 受盡所有眾生輪迴的苦 最後一個成佛 永遠都是最後 所有眾生都成佛了 都沒想到自己要成佛 所以永遠視現成實地菩薩 他一下就可以成佛了 但他永遠視現成實地菩薩 具足一切功德的 來幫助眾生 卻不顯現佛的力量 所以那你要去 這樣就去想 我們讀經典 是為了這個啦 打開生命電視台 就是打開您的心 打開您的心 就讓我們心中的佛陀 呈現出來 把愛 慈悲 平等 清淨的智慧 願各位常常打開生命電視台 打開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有疾心公民反應 就在流程延長了 至少三十分鐘 足夠好 香港經發射超過四十八點鐘 有序民的公民反應 也在足夠好二十八年內 我會調查通道等理會 調避困難 腳有腫有痛 皮膚腸癮有出的 療養的壓倒 請各個基本性相關 和共識 是足夠COVID-19疫苗 足夠好 還好的症候性 大家追的妹妹 某特典人鄉哈 可是做好逢一初十 可以鄉哈來 祝福台外的空間 有一位在佛陀時代 有一個人 他在路邊走 然後就看到一個鬼 就拿著繩子鞭子 一直打一個死掉的屍體 那這個人很怕 他說哎呀你怎麼打那個屍體 這個鬼就說了 哎呀我前世沒有孝順父母 不懂得供養三寶 現在墮落做鬼 很痛苦我就怪他 所以我就打他 然後他繼續就往前面走 又看到一個天上的神 神的身體會發亮 哦撒花供養一個屍體 他就很高興 哇這位神 你為什麼要供養這個屍體呢 然後這位天神說 我上輩子哦 供養三寶 孝順父母 布施 所以我現在升天 我來謝謝他 然後他就繼續往前面走 又看到一個天上的神 他想說這個神 不知道來供養誰了 結果就看到這個天上的神呢 他在拔 路邊的那個 野果 那個水果拔來吃 拔來吃 他說奇怪啊 天上的神 應該在天上有很大的福寶 怎麼會到世間來吃東西呢 這個天神說 我上輩子孝順父母 公敬三寶 但是呢 我不喜歡不施食物 沒有供養食物 雖然我現在做天上的神 好像天上的東西都吃不飽 要跑到人間來吃 所以我想 這個佛教的故事告訴我 每個人的夜報 都是自己決定的 我們慶祝魏瑟節 遇佛節 釋迦牟尼佛要告訴 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 你做什麼事得到你自己的結果 做鬼升天 乃是有福報沒福報 行為主宰命運 所以我想 各位應該想辦法 去做更多對別人有幫助的事情 幫助的人越多 這個功德就越大 下午我們去放生 將近五萬尾的魚 等於五萬個眾生 那去放生呢 就跟五萬的眾生結得很好的緣 生命電視